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请退府会主委 陈委员你好 主委 我一直很担心 如果依照退府会的态度 12月24号报告 可能台湾人民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因为你们的态度有问题 因为你们都一直把责任说 那是公司董事会必须去决定 但是请问 你们还有公股代表啊 那如果今天连公股代表都不能发声的话 那公股代表全部测换算了啊 是这样子 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发言 没有办法代表人民的声音 然后已经是每一家天然气公司都是暴利耶 每一年赚那么多 是不是应该40度拿回来回馈给所有台湾人民 就是要降价嘛 主委 我再次提醒你啊 24号 我们希望是听到我们所有的天然气公司 能够站在所有台湾人民的立场 我们的公股代表 能够站在我们台湾人民的立场 为我们人民发声 退府会也应该站在这个监督角色 不要每一次都说 我们没有超过50%的始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发声 那都是推脱支持 主委 可以给我们有这个期待吗 我不敢 你为什么不敢 你为什么不敢 因为所有天然气价格的决定 都在经济部能烟局跟地方政府的手上 即使我们今天要减价 他也要按照这个提示上 那中低收入户的调整呢 中低收入户的一个优惠呢 那是我提出来的哦 不是你提出来的哦 你提出来之后 那请问一下你提出来之后 你的报告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答案 结果也没有啊 你在报告说 还是要由各公司自行来做一个调整 自行来做决定 那如果他决定不要呢 不要的话我再来看啊 怎么回事 这样子呢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公司在做了 给我们所有的资料 应该是说哪一家公司决定怎么做 哪一家公司决定怎么做 针对哪一家公司不做的 我们要处一与什么样的处理 不是啊 你的报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就只有写 最后还是要由公司 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嘛 自行决定折扣耳朵 那请问这个报告干嘛 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嘛 我不能违法 主委 不要说违法啦 你没有违法啦 不要永远违法 帽子戴在那边啦 今天大家心理性和投入啦 为所有台湾人民啦 为所有台湾人民啦 都不会违法啦 来主委我再请教你 在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啦 你们的报告 其实也看不到你们的一个方向啊 你们只有说你们有含付给台南市政府 问题是每一次我们一直拜托 我们退扶会 今天你含文给台南市政府有什么用 你今天即使台南市政府要转介 所有要安养的人到你们的荣家 问题是人家也不要去啊 人家也不要去啊 那你就没办法逼我啦 那你就没办法逼我啊 什么叫没有办法逼你 你的整个社北不如人 你的整个医疗不如人 你怎么会说 所以我有103年到106年的家居总体设施的审讯件啊 你的审讯件是在哪里啊 我当然要建在台南啊 你要建在哪里啊 你的目标数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委员会提出说 你要整病的部分问题在这里啊 你确定你整修件之后 你103年你的计划提出 103年至106年 你的整新建计划 如果提出之后106年 大家一定会挤破头 想要去我们荣家来做安养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要不要进荣家安养 不是我要去鼓励他们来的啊 什么叫不是你鼓励 人家同样的钱 同样的钱 政府可以补助同样的钱 我为什么不选择比较安养 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政府没有补助他们的钱哦 这是条件啊 这是竞争力啊 刚才你又讲了 我们辅导会是做服务工作 不要跟人家去竞争抢生意嘛 对不对 我是做服务工作嘛 你胡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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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服务工作嘛 你胡扯耶 什么叫竞争 什么叫服务 他的标准在哪里 我们所讲的天然气 你胡扯耶 你胡扯耶 我不能做决定嘛 你胡扯耶 你胡扯耶 你今天在台南 还有家里 还有白河 所有荣家 你该花的钱 大家也没有给你竹子 也没有给你删 也是希望你去诊件 我们竹人在诊件啊 问题是你诊件之后 请问你的目标数 你先把责任都推给台南市政府 我没有推给台南市政府啊 我很高兴把这事情给他们啊 每一次在讲这一个整个整病的部分 你们就说是台南市政府 你们文给他们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你们回复 他们不需要嘛 什么会不需要 不需要的问题是在哪里 你的条件不如人 人家需要干嘛 如果你说条件不如人家 你的条件不如人家 所以我在改嘛 那你103年到106年度 整件完之后 你的条件就如人了吗 我当然要比人家好啊 你就会觉得你一定会比人家好 我当然要比人家好 整件完一定要好嘛 对啊那到时候 在整个安养中心的条件 安养机构的条件 对 转型之后 对 就可以跟人家有条件可以比比较了 当然有比较了 是这样子吗 可以啊 可以哦 你在这边保证了吗 当然可以啊 哦当然可以 你保证了 如果没有呢 当然盖好优势和不好的福利法的规范 好那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呢 没有什么没有的问题嘛 什么叫没有什么没有的问题 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规定去改建嘛 如果没有呢 你今天103年你已经讲了 103年到106年你觉得你最后一定会可以跟人家比较嘛 当然要不要哦 那如果钱花下去之后 没有办法呢 如果没有办法呢 什么也没有办法 还是主委 主委你到时候106年你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 对啊 是不在啊 哦对啊 是不在啊 所以你现在做的保证也没有用啊 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嘛 你总要去整件他嘛 好啊 那你这个长期的规划谁要负责啊 谁能够负责说未来 未来他真的能够有条件性可以跟人家做比较 报委员 你可能我这种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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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去看现在台南还有家里白河的状况 你没有去看 如果说 所以你才会今天这么样的一个大声在这边讲 如果你去看了台南白河家里荣江的状况 你绝对不敢这样讲 所以为什么我们台南的委员 我们希望能够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督促我们的退辅会应该把这个资源做一个有条件 甚至能够跟人家比较的一个做法 这是对的啊 这应该啊 这是应该啊 那我现在问你说好 今天是不是中程计划新建完之后 你们这边写的啊 我要朝向人性化 家庭化 保健化 社区化 公园化的方向 来掀齐规划 然后之后呢 再建构为现代化的 遗养环境 好 没有错 这个标准 我告诉我 这个目标 我们很期待 明年 我带你去看板礁荣家 我带你去看板礁荣家 是我们新整建的一个荣家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朝那种方向去走 就是朝那种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有期待嘛 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们有期待嘛 钱也给你们了嘛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做啊 对不对 钱也给你们了嘛 那今天台南荣家也好 白河荣家也好 家里荣家也好 尤其现在是老人化的社会 高龄化的社会 现在未来 这个安养的一个机构 需求性一定会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现在在推长照 对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做好最佳的转型 对嘛 但是你不能说今天好像在整个整病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会说整病 不是不行 但是你这里面讲是说不可行 但是我 我没讲不可行 这里面讲的 没有啊 我跟各位 跟我讲 我到时候 哪些荣家的住床率过低 或是地位不强 我主动都要把它解掉 要解掉 对啊 我为什么要那么多荣家 那解掉之后呢 就是刚刚讲的 是啊 如果地方政府要 地方政府可以来来乘租 或是委外经营 或是我们把这些地 都交给国家 好 那你解掉这个标准点 你要画在什么时候 这个要看我这些 我们荣民进驻的这个住床率的状况嘛 是啊 那你总是有一个时间点嘛 这个因为需求我 我现在掌握不住嘛 所以主委 你又是在好像画一个 画一个无限期的一个未来给我们看 说有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 做这样的一个整病工作 我们有一天一定会 把那个荣家没有使用的 把它让出来给市政府 然后把它委外 对一定要让 那什么时候啊 你现在有住的这种方向 对啊 你供需的问题嘛 现在是供需问题 现在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三个荣家你去看 现在住床率是多少 我告诉你委员啊 我们的政策刚才已经讲清楚了啊 台南荣家干完了以后 如果百合荣家的住床率低的话 我百合荣家就不要了啦 就这么简单嘛 那你要这样讲啊 本来就是已经讲了 你要这样讲啊 这个写的 我告诉你 写的跟讲的不一样耶 写的跟讲的不一样耶 写的 你说这不是我写的 讲是主委讲的耶 不 这是我看过就是我负责任的啦 到时候 到时候你们说 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写的 这个退捕会哪一个人写的 法委员啊 不只是白河荣家拿掉啦 还要拿掉好几个荣家啦 我跟你讲实话啦 哦好啦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人 我为什么要空在那里 我们就在你们提成啦 不要每一次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啦 谢谢